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现前扎松弛的情况 第二个情况也非常普遍 有好多患者他回家之后做完手术了 我试试我这韧带 松不松 紧不紧 结实不结实 我现在好多人在门诊室 在等着看病人自己抽一抽 做的抽屉实验 包括现在网上好多很多视频或者说 大家都去看 他会自己试试 紧不紧 松不松 没事就等一等 你要是说这个时候韧带实际它不那么结实 你每天这么试一试 试一试 试一试 时间长了 这前叉韧带也就不灵了 所以这是第二个情况 第三个情况就有可能会有一些人出现一些摔倒扭伤 或者说甚至说二次断裂 这个有的时候一次两次你不在意的 但有时候多了十次八次 它也就导致你的韧带松弛 甚至一个韧带失效的一个表现了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那比方说他排异啊 或者说感染啊这些比较极端的情况 咱们今天就不一一讨论了 所以主要刚才咱们说的前两点 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就有什么动作可以做 什么都不可以做 他自己不要没事老去试 因为比较流行的话 不要手剑 手不要去剑 去碰这个韧带去 好 今天跟大家聊的 就是关于这个前叉韧带 术后为什么会松弛这个话题 也欢迎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在我下面留言 我为大家一一解答 谢谢